順角分為三個主要階段 統一支持 所謂叫世界第一 第一階段就是 雙群變法 右共邊 右共邊 右右邊強 這是鄧小明時代 第二階段 就是 合縮連環 有了實力了 要出來玩 但又不是大到可以玩數 是吧 堪縮連環 拉這個打那個 第三階段就是 秦昭雙王 第三階段就是 秦昭雙王就是這個 五十六年他玩什麼呢 遠交近公 他恩心要統一 所以要玩遠交近公 即是說 遠的和你Friend 近的和你砌 頭兩個階段 基本上 是很相似的 即是說 鄧小平時代和秦昭雄 第二階段就是秦衛民王 和 所謂胡溫 江珠胡溫 這個時代 和習近平的 開始十八大 十八大已經開始走出來的 東出 我們就是 四出 四面都走 OK 現在來講 我相信十九大的時候 就會是 不是不相信 你已經看到它是什麼呢 它就不是說 遠交近公 它就是一個什麼呢 合中連環 和遠交近公的一個混合體 就是 剛才說得很對 就是軍事上已經有可能打 所以打的就是打經濟實力 打金融 打一些軟實力 這些 這方面來說 我們其實就是 罰美 然後交其他世界 即是 基本上來講 一世界 二世界 三世界 我們聯合二三世界 接著 對著 美國 二世界 就是 歐洲 或者美國 日本 印度 這三個 三個流亡 美國和兩個流亡 這方面來講 所有的 技術 合中連環 和 軍事採手勢 是 你不要 動我 你沒有辦法動我 你動我 你那個 代價實力太大 但是金融那裏 我是一步一步 抓圍棄 是圍住你美國的金融 那個美聯帝國 當美聯帝國一崩潰的時候 美軍 不用顧慮 接著你的氣場的話 你什麼日常識都是浪費 沒有錢就死了 所以 這方面來講 美國看得到 但奈何呢 看得到做不到事 因為 比自己 在布希仔時代 和馬北普巴馬 這十六年 已經 惡化得很重要 加上特朗普 傻話 傻話 亂龍 所以 現在來講 剩下四大勢力 中國 俄羅斯 美國 日本 其他 中國 俄羅斯 美國五個人 和歐馬 現在來講 日本和美國 都在一起 但是 中國 很明顯 和俄羅斯 靠近 拉攏 歐洲 用錢 俄羅斯 今次 是被美國 和歐洲 孤立 封鎖 是我們中國的 堅持良機 我們現在中國 用的招 叫做甚麼呢 為魏鞠照 趙哥被魏鞠打 叫救命 這個趙哥就是俄羅斯 中國就齊國 然後說要救他 不過不是現在 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 就是等到 趙哥和魏鞠 不斷打 就消耗了 兵力 到上下 我們中國 就和俄羅斯 需要的東西給他 俄羅斯不可以倒 一倒 的話 魏鞠就直接打提國 所以他不可以倒 但又不可以 真正去消耗自己 去救他 就輸血給他 給些糧響給他 給些經濟上的東西 等他繼續和美國和俄羅斯打 互相消耗 我們中國就退出來 繼續發展我們的高科技 繼續發展我們的經濟 繼續去非洲 中東地區 一帶一路 所以呢 說到 歷史上的東西 沒有新東西 但他炒買電 那個手法 是不學的 所以現在來說 好 如果你用這個 春秋前國人士 戰國時代那個 秦國幾個階段 看中國的話 有個相當有趣的對比 還有很多智慧 在那裏可以學到 做人做事 如果你是做事 公司等等 是不是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好了 下一堂呢